2020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如今 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都在抗击新型肺炎 明星们也纷纷加入 捐款的出力的数不胜数 歌手邓紫棋 林俊杰等纷纷写歌为武汉加油 面对新型肺炎 许多歌手们都拿起自己手中的乐器 创作出了一首首直达人心的歌曲 歌手邓紫棋发布了《平凡天使》 为所有奔跑在抗疫一线的工作者 和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加油打气 林俊杰和孙燕姿一起合作写出了 Stay with you 为武汉祈福 就算再艰难 爱不会离开 满满的正能量 而李荣浩则是连夜写歌 在2月4日发布了为抗击新型肺炎 特意写的新歌《同根》 他在歌里写道 事发当下筑集找物资捐款 没想过写歌后来 觉得只要能做的都要做 哪怕只是一句安慰也行 《同根》送给予我《同根》的十几亿人 歌曲上线后 不料却引发了争议 许多网友表示他的歌词简直就是声般硬凑 非常水 质疑他的新歌质量差 但也有人表示非常好听 被感动到 网友们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有质疑的 有批评的 2月5日晚上 李荣浩大概是看到了质疑 直接在平台发文 永远不要责怪猪 为什么把刚出锅的新鲜饭菜当成猪食 因为在猪的眼里新鲜饭菜和馊水都是猪食 猪的脑子里只有猪食没有别的 疑似回应新歌争议 觉得是网友们不懂得欣赏自己的歌曲 随后 他可能觉得不妥 便自己删除了文章 面对他的言论 可是把网友给惹到了 联想到他上次的音乐无好坏之分 网友们表示他的三观完全不正 整天就只会吵热度 制造话题 歌词全是口水话 并没有深意 歌手当然要拿实力说话 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编曲 他的歌曲年少有味 戒烟等还是非常流行的 所以也并不存在整天吵热度 没有作品这一现象 我们再来看看歌词 十几亿同根 同一个家 都有过纷争 可每当一方受困 是舍命陪伴的人 这些也正是他自己面对疫情所思所想 歌曲本身就是为表达自己的心情 同时输出给别人 每个人对于歌曲的品味本就不同 网友们也大可不必这样 Diss 没过多久 可能是他的言论引起了争议 他又发文在猪的严厉新鲜饭菜和搜水都叫猪石等于 如果你抱住一颗黑暗的心去看世界所有的事情 居然有人断章取义说我骂听众是诸 人心是有多坏啊 我在表达自己态度这件事上 从来不会怕键盘侠 等疫情过去我还是会继续 我把下午微博删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想在这个时间讨论这些事情 字里行间表达自己的真诚 他把疫情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正能量歌手值得我们喜欢 他的歌迷们纷纷评论 表示他不必理会键盘侠 做自己就好 对于一个歌手来说 这个时候写歌 也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 写出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来鼓舞人们的心灵是 每一个歌手所希望的事情 李荣浩之后的作品能更加优秀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不论是邓紫棋 林俊杰还是李荣浩的歌曲 辛辛苦苦为疫情做歌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下正是全民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让我们一起为武汉加油 为中国加油 相信我们能一起打赢一场漂亮的战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